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集團的成績是3小時39分33秒 那麼蕭美玉排名第三 拿下銅牌 結束了 現在是開心還是 開心啊 因為我覺得 我那時候就想說 要就是 衛冕可能有點困難 可是我覺得就是有多牌 我覺得很高興 因為他們也是有派充斥的 大家都是 不相上下的 我那時候卡到第三 其實是很不錯的 是到最後 我在想說香港那個應該會 輪走之後我再開始衝 可是香港還沒輪 泰國就已經衝出去了 之後後來想說發現的時候來不及 我就開始衝了 衝之後衝 後來要操他的時候 他剛好輪衝 之後又擋到我 我叫一下 他速度有點被弄到之後 後來再加速 他就被越南操了 接著來關線是桌球男子團體賽的 準決賽中華隊碰上韓國 那教練在排點的部分也是排的跟先前市井散一樣 第一點是陳建安 第二點是中志淵 第三點江洪傑 那由於前三點打完的時候 中華隊處於1比2的落後 所以第四點的單打非常重要 第四點呢最主要是由中志淵對決韓國的第一銷球手朱世鶴 那其實先前最近四次他們兩個人交手 中志淵是三勝一敗 應該是佔優勢的 不過在這一次的對決呢 雖然中志淵先拿下了第一局 不過接下來對於對手的球的旋轉掌握不佳 很可惜最後吞下敗仗 最後是由韓國晉級決賽 中華隊以銅牌作手 至於在女壘戰場上 中華隊今天在預賽單日進仗了兩勝 上午首先對決菲律賓打的有些驚險 是以5比4贏球的 所以先發投手中慧琳她在坦承 今天的狀況不是太穩定 那麼至於到下午對決泰國呢 我們則是提前在5局以8比0玩封對手 那麼先發投手是年輕的邱安如 她今天投了4局 只被擊出兩支安打 還標出了5次三陣 我覺得我自己投的狀況 今天不是那麼理想 我覺得我需要再調整一下 那我覺得我今天 就是安如還有銀星學妹 他們這兩位學妹都 然後他們在控球以及球賽上面 都滿穩定的 每一天賽前的狀況都還不錯 這一次的亞運 是以年輕的選手為主 然後隊上也有一些老將 然後就是安定我們的軍心 一直在後面做我們的後盾 然後接下來就是靠中生代跟新生代 可以正常的發揮 應該都是沒問題的 還有很多人關注的 就是網球女子雙打金牌戰 由中華隊跟泰國來交手 那麼台灣這邊呢 是由謝淑偉還有詹景偉聯手出征 不過雙方拼到了超級搶食 那麼最後呢 詹謝沛就以3比10 沒能夠贏的對方 最後贏牌作手 其實還好因為比賽本來就是這樣 有一些運氣的問題 那他們今天也的確是表現得很好 在關鍵的時候 他們也有很多球打壓現場 那就是恭喜他們 第一盤我覺得其實還有 因為第一盤比分咬得很緊 對就是一直都有在互補前面 然後後面是互補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關鍵還是像索威講的 是第二盤中段後面後段這樣 就是他們有改變一些 然後我們就是沒有 可能專注不夠吧 就是有點鬆掉這樣子 然後他們有可能一波新的戰術打上來 我們沒有辦法馬上做出應變這樣子 然後打到就是搶食的時候 他們整個氣勢上來 我們確實就比較難打這樣子 我覺得我們這次表現得很好 那也恭喜每一位奪牌的選手 我們今天我們都盡力了 謝謝大家 好明天9月30號 男子丹打金牌戰 還要為盧彥勳加油 請持續鎖定BAMO Sports 在仁川亞運的採訪報導 時代不應該是 那麽 enfim 你就和äg 不確實 等一下 感谢观看